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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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南无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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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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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南无南京菩萨 感恩南无太岁菩萨 感恩南无官邸菩萨 感恩南无周昌菩萨 感恩南无官平菩萨 感恩恩师卢君洪台长 感恩各位佛友们上线 参与今天的多伦多观音堂 网络白话佛法共修 首先我们念诵大悲咒一遍 心经一遍 激请观世音菩萨 慈悲加持我们今天的共修 护持圣法 保佑多伦多共修主 能够让更多的人离苦得乐 让他们听闻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 让他们能够懂得慈悲 让这个世界更和平 人民更健康 人类更和谐 激请观世音菩萨慈悲 保佑多伦多共修主 同修们能够开启智慧 正性正面充满正能量 让恩师慈父白话佛法的能量 加持我们 保佑我们每一位佛友平安吉祥 弟子如果在共修过程中 有任何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恳请诸佛菩萨 隆天护法慈悲原谅 感恩南无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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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感恩外大悲心徒罗尼 因 战壤罚尼玛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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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自1997年 在华人电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至2007年 创办澳洲东方华语电台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学菩萨的人 除了要修精进之外 那就是要学会怎么样来度化众生 因为真正的学过人要度众生 度众生实际上不是你去度别人 而是你用你本心的道德和你的慈悲本性的流露出来 去做这些事情 那么你心中就会有正念 谁曾想到 仅仅几平米的播音间和办公室 就牵动着全世界佛有的心弦 谁也不曾料到 仅仅通过一根电话热线 就让全世界有缘众生 获得重生的希望 他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众生的慧命 他以智慧的心灯 照亮了千万佛子的回家之路 妙语弘法传福兴 菩提四圣解脱形 正如苍茫古道上的佛陀 卢台长带领着一班弟子到处弘法度众 用生动的白话随缘宣讲佛法 让普罗大众领悟日常生活中的佛礼 他又向唐台观音化身 生且大师 用妙法慧眼 为千万众生无常看图腾 有很多孩子已经扩散了 师父 这就是妈妈 卢台长是我错了吗 普罗妈妈 好 师父帮你撑好 好 往前走走看 慢慢走啊 来 一 二 三 让众生当下蒙醒 面筋吃素 灵验感化 无量众 十余年来 无数菊正得以绝育 无数家庭重归于好 无数心灵重获新生 千万众生在他的慈悲度化下 断恶修缮 改变命运 学佛念经 纷纷投入到利益众生的 宏伟大业中 心灵法门要弘扬 中华文化要传播 佛教的精髓要继承 靠的是谁 靠的就是我们 靠的是我们这些人间菩萨 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有 无论机场 景天 路边 树下 到处都有他 灰人不见的身影 谁曾想到 他面对众生开朗风趣 法喜充满的背后 又为众生 背负了多少沉重的野障 他为暗的身躯 慈祥的面容后 隐藏了多少病痛 与惊醒 他 累得一闭眼 看图腾 就会睡一觉 身体 因终年操劳透支 而日渐消少 他在当头绑合 痛制众生不开悟之时 内心又包含着多少心痛与不舍 师父在你们最苦的时候 师父伸出手来压力 在你们好的时候 师父要严厉的批评你们 我帮你们矫正 不让你们走错路 他把欢乐与伐喜带给众生 将苦难与病痛留给自己 以苦为乐 修真如 恰如人间 随缘自在佛 中华文化传世纪 慈悲大爱 祝和平 三十多个国家与地区 数百场弘法演讲 十余年来 卢台长把佛教慈悲洗舌的智慧理念 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美德 传遍左道之处 正如千年前的孔子 为构建天下为公大同理念 带领诸多弟子周游立国 广宏善访 他让佛法中 无国利他的精神 利益当代社会人心 让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在国际主流社会大放异彩 广宏善讨 可以触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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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爱 广宏善讨 家庭和睦宏善 社会安定 世界和平 慈善论诗 神明众生 菩提甘露 撒人间 卢台长以慈悲之心 众善奉行 心力轻微 为苦难众生 无私奉献 正如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妙善公主 他十余年来 在全世界 往回慈善 每周举办 免费四十餐会 还年复一年 为老弱群体 和慈善机构捐款捐利 举办慈善文艺演出 为中西文化交流 民心相通 贡献一份力量 他用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大爱 引导众生 亲近善法 启发菩提心 台长所到之处 如春风化雨 到处闪耀着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之光 二十年的后继伯法 十余年的兢兢业业 从欧美到东南亚 从北半球到南半球 从最初的几万人 到而今的一千万人 他令沉沦世俗的数千万众生 找到人生航向与心灵归宿 在台长全世界精心奔波的身后 是一千万众生 走出苦海 离苦得乐的欢心 与伐喜 一次次的启程 一幕幕的将军 日夜兼程 汇出了一幅世界鸿法蓝图 二十年的鸿法之路 他 历尽艰辛 燃烧生命 不惜舍命 为千万众生悲业 二十载的沧桑寒暑 他鞠躬尽瘁 功德圆满 以无我利他的大慈悲精神 成就众生 如今 以缘济与庄严的佛国敬礼 色身虽已缘济 法身精神永存 卢台长 依然引导和护佑着他的佛子们 完成他未尽的心愿 向着光明的彼岸 永远续航 让人间佛教的光明之火 在世间 永远流传 我希望我所有的一切 能够奉献给你们 我就希望你们以后 能够在天上我见到你们 我不希望看见你们再轮回 我真的心痛了 他就是我们伟大的师父 卢君洪台长 北宋年前 契丹屡屡挑衅北宋边境 北宋大象曹斌在齐沟关与齐丹展开大战 我军大败齐沟关失手 军宝传至开封 宋太宗担忧边境战事心急如焚 一日 一日 终于睡着的宋太宗 在梦中见到天神 一身金甲 手指金刚柱 高树杖许 立于云端 对着宋太宗说道 梦境动乱 遭下无边恶念 如此枉负 终身苦不堪言 欲消世上刀兵解 须赴天竹念佛陀 第二日早上 宋太宗醒来 想起昨夜的梦境 蒙派遣内侍 抚天竹寻找梦中的金甲菩萨 尽求解救北宋边境之位 那时一路快马向西 不知走了几天几夜 这天夜里天降大雪 那是宿在了天竹国路边的一座破庙 他昏昏沉沉靠在观世音菩萨向前 准备睡去 忽然眼前出现了无数鬼兵 其中有一领头鬼将高大雄伟 那鬼将生如虹中 历生贺奔内侍 来者何人 见者本将军 为何不参败 在下北宋使臣 前往天竹寻求金甲菩萨 好为我北宋去除刀兵之劫 哈哈哈哈 你来寻求菩萨解救 我的数万鬼兵 岂不要全部灰飞湮灭 我可不能让你见菩萨 将他捆绑起来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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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不知那时念了几句 忽然他身后的观音像发出一束金光 竟开口说话 而乃气丹战乱残魂 晃北鬼兵 如今又欲伤人性命 我为你了却灭债 历经六道轮回 方有善道果报 说吧 观音像眼中金光射出 鬼将避之不齐被金光击住 甲咒立即碎裂化作灰尘 其他鬼兵见状纷纷逃走 来不及逃走的只能与鬼将一同灰飞烟灭 边境刀兵之劫将处 你回去吧 那时醒来指示菩萨显化 他对着身后的观世音菩萨像 前程参拜 随后便踏上了回去的路途 此时 北宋与气丹边境正在代州展开大战 这一夜 气丹派出五万人马对阵 北宋兵力不足 大将曹兵站在城楼上 望着下方对阵的将士 报 我军伤亡三千人 报 我军伤亡五千人 大慈大悲救苦救纳的观世音菩萨 请助我们结束战乱 护边境百姓安宁吧 天边出现一片火光 从火光中走出一位金家大将 身穿黄色战袍高树杖去 手指金刚处立于云端 对着气丹大军高鹤 而等号战 造下无边杀碾 致使生灵涂炭 还不速速退兵 气丹大军健壮 巨石胆战心惊 争相后退 不敢再往前半步 天明天将来了 天明天将来了 等他们再次抬头 空中哪里还有金家大将的影子 只见火光中出现了一方连夜 观世音菩萨双手交叉 坐于连夜上 战乱不息 杀孽不止 尔等谨记 三世音国 真实不虚 从今往后 你们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不可再兴战事 感谢观世音菩萨 此为救度 感谢观世音菩萨 此为救度 自此 两国边境战事平息 百姓安居乐业 为感念观世音菩萨恩德 人们广修观音庙 庙中常年香火鼎盛 观世音菩萨的故事 广为流传 这次观世音菩萨的显化 就是不二观音 希望大家学佛人要有善良的心 善良的心可以换来善良的福和德 有福气的人才能闻到佛法 今天你们所有的人能够念经修心 闻到佛法 你们就是人间最幸福的人 希望大家不要斤斤计较人间的一切 一切都会过去 但是我们的良心和本性 永远跟着我们 希望我们即十年之后 或者百年之后 大家能够在天上相见 台长一定请观世音菩萨给大家多多的加持佛光普照 希望大家好好学佛好好修心 好好努力来改变自己的一生 时间就是从今天开始 从现在就改变自己 让自己有一个新的未来 谢谢 我第一次想问 你看有的人非常好 大家都祝福他 一百个人祝福他 他会收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这种一年 大家都祝福他 这个人就是会消掉很多的小的业障的 哦 这种祝福也能消业 那过年的时候 大家都跑过去说祝你健康啊 这个人真的一年就能很健康啊 你说这个过年的时候一百个人都说 你这种人死死掉算了 你看看他一年会不会痛苦万分啊 身体 哈哈哈 哦 师傅你祝我那个身体健康 那个消灾解难吧 您那个离开师傅 好好好 祝你消灾解难身体健康 哈哈哈哈 好好好 谢谢师傅 谢谢感恩关心的福大师傅 就我的祝愿 那师傅 里面有有条件的 就希望你更多的帮助别人 而不是为自己活着 要为众生活着 听得懂了吗 对对对 是是是是 哈哈哈 一定要无我师傅 哈哈哈 师傅就是说我们就说 初一 要不要念那个功德保山神咒 要 就是看看你平时功德做的多不多呀 你平时做的功德少 那念的就没什么大用 你如果功德做的很多 善事做的很多 那你再念初一念的话 它会转会双倍的功德 听得懂吗 哦 那我知道了 那就是说如果说要念的情况下 那就是说四十九遍是吗师傅 对 先念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 我们祈求就是把善事转化为功德 还是怎么祈求师傅 就是 那我现在 那我现在 请大慈大悲观心 菩萨保佑我某某某 啊 在新的一年里 功德无量 我要多做功德 请观心菩萨保佑我 啊 我往事累积的事爱 全部转为功德 能够避孕我 保佑我 能够让我在新的一年当中 身体健康 或者求什么求什么就可以了 明白吗 哦 明白了师傅 嗯 师傅曾经开示 说这月里要每天念 消灾四十九遍 那这个是在功课以内的 还是在 不包括在功课以内的啊 这月的时候 多念消灾即将成兆 一年平安 这个师傅在前几年都讲过的 所以你这个小丫头很有心 你现在提出来 来提醒所有的 大家的佛友 你这又做功德了 其实像这些东西 都应该温习一下 师傅曾经讲过 就像一年之祭 在于春一样的 现在我们春天开始了 就像你一天之祭 在于成一样 你现在年初一这一天不吵架 人家说一年都不会吵架 对不对啊 你现在一个正月里边 你正月里来 你念消灾吉祥承受 你一年都会消灾会吉祥 听得懂了 听懂了 就是比平常 比剩余的几个月 念的效果都要好 那当然了 因为你要记住 抓住时机 它就叫天时 很多人都在努力 为什么有些人努力不出来 有些人努力得出来呢 我举个简单例子 那些这么多的电影明星 有的电影明星也不比 那个 现在很多女孩子好啊 品质啊 各方面都不如啊 为什么她能够出名啊 她有她的缘分啊 有机会了呀 所以机会加上努力等于成功 你拼命的努力没有机会 你这个人不能成功 你拼命的有机会不努力 你也不能成功 明白了吗 嗯对 对对 力气要用在刀刃上 对啊 啊 那那是这样子的事 我就是说平常那个 呃 比如说同修就是念四九遍消灾的 那如果是正月里的话 就是可以把那个功课再加一些 比如说加加加 加加加加 嗯OK 你可以加到 好的 比方说你可以加到八十几遍 七十八遍了都可以 嗯 一百零八遍 都可以都可以 卢台长精彩开始专题 如何平安过年关 编者案 年关一般是指农历年底 人们都要各自清偿自己的债务 过年如过关 中国自古有年关难过之说 那么年关在玄学上有什么含义 年关将近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和禁忌 我们如何通过心灵法门五大法宝来平安吉祥度过年关 迎接新的一年呢 请看本期的专题中的开示 一 精彩问答摘录 年关有什么含义 选自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悬疑问答 年关不是有时候 人家老人有时候说 年关来了 或者是年关不好过 这个年关 年关是不是 就是对每个人来说 或者是 就是到了这个年 年关以后 特别是 或者是欠人家债比较多的 到时候就淘汰的人比较多 所以这样说 并不是的 年关呢实际上呢 就是一个报应期 用佛法讲叫报应期 那比方说我们春夏秋冬 对不对啊 为什么人家说秋收呢 它跟季节有关系 那么年关的意思呢 就是说一年四季当中 总有一个是要你受到报应的时间 那么年关的话呢 受报应的时间呢 那么比方说 我们说是 叫做冬至 冬至的话呢 如果你这个人做了很多坏事了 你正好这个年份呢 应该收走了 你这个阳寿到了 他呢不一定找收你 他在年关的时候 你过不去 他把你收走了 明白吗 明白明白 还有你的生日之前 他也会收你 他要找个节气来收你 这样的话呢 对节气啊 就是对这个人的这个影响啊 就是他们很有讲究的 什么样的节气 做什么样的事情 就像母亲节 我们要对母亲好一样 对不对啊 对对对 那有时候人碰到节了什么 就是你经常说 就是在生日前后三个月里面 那这个生日跟年关有什么 有什么区别呢 生日跟年关应该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关 都是一个报应啊 那么你做好事的话呢 做比方说你做生日的 会有很多人来恭喜你 对你很好 对不对 实际上你这个关就过得很舒服 很容易过去 嗯 如果你做坏事的话 你过生日的 你几岁之后呢 我告诉你 你把钱还我啊 有妈也有这样 嗯 一样的 跟那个节气是一样的道理 对对对 嗯 年关的特别意义 全自2016年12月2日悬疑问答 从学学上 从学学上 就是这个年关是对每个人 而说还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请师傅开示一下 年关嘛 对每个人都受影响的 嗯 都有影响哈 嗯 像年三十晚上一样的 帐嘛要接亲 关于每年年终考核的问题 选自2016年2月13日 中国澳门世界佛友见面会共修组提问 师傅之前有开示过 每年到12月以后呢 会有一个考核 那考核的标准 准则是什么 有没有具体的要求 如果一个人许了很多的愿 那考核上有没有分 就是先后次序之分呢 想请师傅详细的开示一下 感恩师傅 嗯 其实考核是什么呢 就是根据你一年的修为 会有护法神 还有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天官 实际上是什么呢 就是还有我们的太岁菩萨 他是记录的嘛 考核是什么呢 那是根据你自己一年当中最薄弱的环节 比方说这个人在色情方面 他最薄弱 他就会考核你色情方面 如果你吃素了 然后呢你在这个当中一直不是太好 经常碰碰荤菜了怎么 他就会在梦中考核你 实际上考核你的方法是在梦中 当你梦中就吃了荤的东西了之后 他就把你勾掉了 就说你吃了荤了 你这个考核没通过 你这个一年吃素 基本上就大打折扣 可以达到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听得懂吗 是这个概念 你哪个环节最薄弱 他就在梦中考核你 明白吗 很多人就是在梦中来个美女 来了 哎呀他就不认识嘛 但是人家对他很好 他在梦中就抱住人家怎么的 好 接下来一个大差 你好了 你今年一年 你这个官没考 你的功德大胆 就是去掉很多 所以这种考核 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 那如果考核不过 就是那需要是不是念礼佛 还是有什么补救的方法能够 考核不过 我基本上自己心中已经知道了 没过 然后呢赶快念礼佛 跟菩萨再许愿 把自己过去的愿力再要讲 观世音菩萨请你原谅我 我这方面给自己的愿力 一直在好好的在遵守 但是呢 可能我是凡人落胎 还不够坚定 请观世音菩萨赐给我更多的力量 让我来消除这方面的业障 就这么讲 感恩师父 一般要多少遍礼佛 针对 一般的像这种 单单的考核之后 如果没考核过 108遍 年关是收人最快的时候 选自2018年11月18日 悬疑问答 有位所有在拜太岁菩萨时 收到太岁菩萨跟他说的笔句话 师父您听听 今年太岁菩萨江五大将军开释 人生难得金义德 佛法难门金义文 德修心心灵法门是几世需要的福气 你们这些弟子很多都不好好珍惜 心灵法门是应世之法门 怀疑至于用正信正念均可破解 2018年精灵年尾 春干人祸不断 年关也是收人最快的时候 休息心灵法门的佛弟子们 要好好地进行反思和扪心自问 你们对得起你们的师父吗 你们对得起观世音菩萨吗 你们这一年都做了些什么 为心灵法门做了些什么 为众生做了些什么 你们的师父为你们操作了心 人也日渐摔扰消瘦 他承受的压力 你们有几个人知道 心灵法门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 应世而生 你们的师父受重用来人间弘扬正法 降妖除魔 你们这些弟子呢 做了多少好好的进行反思和能心自问吧 感恩师父 太岁菩萨讲的 对 太岁菩萨真的是 你看我们天天拜他 他就保佑我们很多啊 真的 是是是 可是我们学弟子真的不争悉啊 是是 师父我们说是不好啊 靠近年关 冬至 很多亡人会出来要精 选自 2015年 11月17日 悬疫综述 好 请师父 看一下一个六三年属兔子的女的 我的母亲 看一下身体 你要叫她想开一点呢 尤其到了年关 就是到了 十二月份的时候 会有很多 很多的那个灵性啊 还有很多的事情都来 因为靠近冬至了嘛 所以很多的 很多的亡人 都又会出来要精的 明白吗 年关要多念消灾吉祥神咒 和往生咒 选自 2017年12月22日 悬疫问答 去年那个三常征德 开始的时候说 最近让大家多念消灾和往生咒 好多人不念不听 其实你们不知道其中的奥秘 这段时间好比是菩萨 为大家开启的绿色通道 这几天就会消好多的业力 超度好多的小灵性 特别妙 那师父也说过 他说要年关了 年关的时候 要不就大设一下 没有觉悟的人 让你们赶紧念念往生咒 就是帮助你们消掉过去 杀生的业障 消灾啊 过年关的时候 人家要了要债了 你们要消灾啊 请问师父 去年的这个开始适合今年吗 这个同学外师父 适合 完全适合 要多年往生咒 完全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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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师父的此理开示 年关人多地方少去 选自 2018年11月16日 悬疑问答 年末是算总账之时 年底岁末放生 功德 比平时大 宵夜翻倍 选自 2018年2月2日 悬疑问答 师父 师父 同修们在放生的时候 那个同修得到了菩萨的开示 我读一下师父 您休息 感恩师父 嗯 已在候着 今天到场的几位弟子 都是心灵法门的大护法 菩萨妈妈给几个孩子开示几句 你们此岁来放生 有的师兄为父母 有的师兄为您师父 这都是人间大小 孝能感情动地 孝能化解一切灾难 今天是2017年的最后一个食物 今日放生不同一般 年底岁末也是魔杖随意出行之日 如若能放生 功德体平时多几倍 宵夜也是三倍 可放生之人心想事成一切吉祥 今天放生的道场几位弟子 菩萨妈妈 每人给你们记录双倍功德 可以用此功德祈求你们 需要之事 答案师父 嗯 那个 嗯 你从里边就听出来 应该是真的 因为他这个感应是真的 嗯 是的 是的师父 因为我都没跟你们讲 每次放生的时候 当地的土地公共都出来的 这是真的 也是吗师父 哎呀 太好了 太好了 弟子今天就是 这里边有几个问题 请师父您开示一下 万世音菩萨开示 今天放生慎世法奇 诸佛菩萨基隆天护法 已经在此等候多时 请问师父 我们有的时候 大放生的时候 也有佛有看到佛菩萨 护法 瑞寿已经提前在放生地点等我们 请问师父 嗯 您为此开示一下 平时我们一般放生 会有哪些菩萨和护法来呢 感恩师父 还很多了 金刚菩萨也会来 哦 金刚菩萨也来 金刚菩萨 还有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说的 很多的土地公公啊 啊 啊 地府的阎王爷啊都会来 呵呵 你都没想到 哦 地府的阎王爷也会来啊 因为很多人帮妈妈求嘛 帮妈妈求寿 求寿 我问你 你求的时候你放下去 是不是阎寿啊 阎寿要不要地府的阎王爷帮他改寿啊 听得懂吗 啊 是的 你不不给不帮你当场改掉的话 你怎么严寿啊 那阎王爷不来干嘛 阎王爷只是个名称 他一店二店三店四店 他有很多很多的阎罗网的 听得懂吗 他是个官位职称叫阎王爷 实际上就是管地府的一店二店的 所以他们都是说要帮你改的 要帮你改的 明白吗 是的 是的 那弟子刚才想问师父您说的 金刚普的是不是属于是四大天王啊 对啊 就是四大天王啊 啊 他们身边的有无数的 因为放生的时候 这次确实是因为 有的师兄就是为师父为父母 而师兄们给师父放的大鲤鱼都是二十多斤的 非常非常的发起这样的 我告诉你 你们记住了 感动天地的事情多做 就是这样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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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損害他人的事情少做 是的 是的 我们都像师父一样 都是说 无我利他 就是全部都是为众生的 这样的 是吧 对啊 对啊 好 啊 师父 怎样才能称得上心灵法门的大护法呢 师父 大护法 你比方说 才师法师无畏师都是都能成为大护法的呀 比方说你度的人多了 一百个两百个你度的人多了 对不对啊 你是不是大护法了 你比方说你布施的多了也是大护法 对不对啊 法布施多了也是大护法 才布施多了也是大护法 还有吗 就是无畏布施 天天到观音堂来做事情 天天来帮忙 蛇己救人啊 这也是大护法呀 你现在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明白了啊 好 感谢师父 万世音谱的开示 你们此次来放声 有的师兄为父母 有的师兄为您师父 这都是人间大小 效能感见动地 效能化解一切灾难 请师父开示一下 孝心嘛就是说你献得福报呀 你比方说 很多人帮师父放生的话 他热爱师父 尊师重道 你想想看 天上怎么会不喜欢他呢 喜欢他 马上帮他 改变他的命运啊 对不对啊 一个孩子很孝顺父母亲 那你天上 如果要帮他的话 你求菩萨帮忙 菩萨讲下去 天上的那个玉皇大帝啊 对不对啊 那些天官呢 他们也乐于做呀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因为这是个孝子啊 孝感天地啊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你看看过去有多少庙里的法师 他们对自己的师父 也是像孝顺 叫孝感天地啊 一样 是的 是的 你看看佛陀身边那个阿难 是不是孝感天地啊 成佛啦 是的 就是这样的 是的 我们都要感恩师父您 您是用您的能量 来在佛陀子们的会面啊 真的也感恩师父您 师父 官司音符在开始 今天是2017年最后一个十五 今天今日放生不同一般 年底岁末也是魔杖随意出行之日 如若能放生 功德比平时多几倍 宵夜也是三倍 请问师父 是不是到了年底岁末 我们每天做的功德都会比平时多几倍呢 师父 我就告诉你 年末的时候就是总结账的时候 你在总结账的时候 是不是人家来财务啊 官员都是来跟你结账了 结账的时候你拼拼做好事 是不是比平时给官员看的多啊 这还不懂啊 是的 那师父 那他拼拼拼的话会多几倍啊 师父 没多几倍 他就是实际上他也是因缘而生 因这个缘分而生 你做这件事情有善缘了 就生出很多很多的功德 他是因缘而生的 因缘 你今天做了不好的事情了 他一看 哎呀你这个 这个人 因为我告诉你 有时候我们在人间做一些善事 恶事 有的是当场被抓到 就像警察有的是当场抓到你的 有的呢 他是你慢慢的 把这种恶习啊积累在身上 终有一天被发现 我们人做功德也是这样 有的时候被菩萨当场发现 你可能当场就受到回报 对不对啊 散报 有的时候是慢慢慢慢积累到一定的时候 这功德积累到一定时候 菩萨会给你一个大考试 然后把你定位定的很高的品位 品级 明白了吗 是这样 明白了明白了 那师傅就是那从几号开始算 年底岁末呢师傅 一般的呢是这样的 一般的呢就是三个月 这是比较大一点的数字 比方说我们现在是二月中旬 这个过春节 其实从十一月中旬就开始了 十一月中旬 那么如果要说近一点的话呢 就是一月中旬 那就越来越紧了 就接近这个过年关了 越来越紧 天上下来的特别多 查人间的善恶啦 你去看过去很多善恶都是在年前清的 很多人活不过年关的 你看很多人死掉都是在年前死掉的 对不对 对的对的 就是这样 年底要多念礼佛大忏悔文 消除自身业障 选自2015年十一月十三日 悬疑问答 我讲一个天上的事情给你们听听 就是人间哪 凡事要过年快乐 大家一快乐 天上的菩萨也觉得像过年一样很快乐的 明白了吗 所以就是说你们一到过年了 觉得有新的新气象要开始了 你们想改变自己的面貌了 菩萨就开心了 尤其是你们的护法神 所以当一个人想说我要彻底改变自己 你知道最开心的是谁吗 菩萨和护法神啊 你要彻底改变自己了 我放下了 我没有了 过去我做出很多事情 现在到年底了 我要像大草厨一样 把自己不好的业障全部扫光 我拼命地念 礼佛 菩萨都开心 因为说年底了 大结账的时候 所以可以礼佛多念嘛 就这个道理啊 年关要多念礼佛大忏悔文 可以消掉很多业障 年初一的注意事项 选自2018年1月20日悬议综述 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 今天是2018年的1月20号 星期六农历是12月初四 好听众朋友们 那么马上到中国的春节了啊 那希望大家呢 赶紧的好好学佛念经啊 我们说年关年关 把一些过去的杂事啊 赶快要把它处理掉 能在年关之前呢 多念点经 多念点礼佛 可以忏悔掉很多自己的业障 好好的修心 过去我们讲 正好是星期五嘛 星期五是年初一 按照中国的习俗讲 年初一 当中有吵架 你可能一年都会吵架 一天当中不开心 你可能一年不开心 所以很多人们就请个假 你否则一天当中 年初一去打工 你可能一年都要打 年关要多烧送小房子 选自2018年1月21日悬议问答 有的同学 就是平时许愿21章 然后呢 这些解体罢来之前 许愿49章 反而梦见更多的药精者 那导致小房子库存 比较紧张不够算 请问师傅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不是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 按部就班的21章呢 感恩师傅 我问你啊 年关了呀 嗯 过年是不是要在的时间了 是 你以为人家随便跑到你家里来要宰了 那些灵性来问你要都是你欠的 你过年关你不还 你不还没留到明年利息更高 逃都逃不掉的呀 明白了吧 好 嗯 那还是要多许愿一些是吗 对呀 关于佛子的年底考核成绩 选自2020年1月3日悬疑问答 太岁菩萨开示 年关多念经 放生 会化解一家灾难 选自2017年12月31日悬疑问答 啊 太岁菩萨开示 啊 太岁菩萨开示 然后念经多放生 会化解一家灾难 具体是不是指的我们念的消灾吉祥神教 在放生时候也可以祈求化解灾难呢 师父 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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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生本身就是禅师法师无畏 十三世俱全 哦 是的 是的 师父 我们除了好好念经 多放生 多要忏悔 和原来做错的事情 是不是有效帮助我们避开灾难呢 是不是 对 你想一想 你如果菩萨老加持你 你是不是避开灾难了 你天天心中有菩萨 天天念经 你说你会不会避开灾难呢 嗯 好了 对的 过年关要注意些什么 选自2018年12月9日悬疑问答 师父 您开始一下吧 2019年的年关与网面有什么样的不同 任何一个年关都代表着要接账 年关年关就是我告诉你 把去年的账给我接了 你才能过新年的 明白了吗 嗯 那么很多人 今年做了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你不念礼佛行吗 为什么很多人到了年底就出事了 车祸年底比正常的要多一倍 生病的人比年底比平时要多一倍 年底报应越来越快 明白了吗 嗯 那师父 那这样说来 那行善积德的话 那也是 这个果也是更好了 对啊 如果您 这个就 报的都是快了呀 因为在末法时期 报的快 越来越快 我告诉你 你们记住了 年关年关 你这个关过得了过不了 它也是个关呢 嗯 明白吗 对对对 明白明白 那师父 针对年关 过这个年关这个关 小房子有有基数吗 师父有讲究吗 师父您开始一下 一般的来讲 小房子嘛 你一天 啊 越靠近过年 你最好嘛 就是21张小房子最多了 烧一天的 嗯 不要太多 哦可以 哦现在可以改了 一天最多上21张小房子 没没没 我说年关年关 就是比方说 比方说 那个元旦的前一天 元旦的前一天 还有过年的前几天 都可以 小年也开始 都可以 可以是 那祈求的时候怎么说呢 师父您开始一下 就好好的修啊 就说了自己要保平安呀 一般的人家们年关们 是祈求祖先的神灵保佑 那 嗯嗯对对对 那么但是我们那时候 请关心不大保佑啊 我们每天都说的呀 明白了吗 对对对 一般来说过年关的话呢 啊就是说 每一道这个过年关的 小年爷呀大年爷呀 这个每一家呢 要提前做好饭 明白了吗 哦 提前做好饭 最后呢 把自己的那个 这个灶头上的这种 这个火要熄掉 把灶头弄了干净一点 这为什么呢 就是说你要是火 火火就 就是人家说火居大啦 鸡胸啦 对对 明白了吗 啊 那么大家团团圆圆 那么没有火气 平平安安 所以早点烧好 早点把火熄了 是这样的 过去 哦明白了明白了 这也是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哈哈哈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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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收看 希望您喜欢今天为您特别推荐的美味佳肴 期待下次引您素食有言一素一菩提 善恶与因果 人的天性本能有两种一种是食即天生就会吃一种是色即男女之色都是本性在人间后所造成的食色性也碰到食色之后如何定因为只有定才能稳住食色 在欲中离欲 在欲望当中离开欲就像佛灯里的火中生莲一样很难做到这就是许多人做不到修持五戒的原因 欲中离欲 欲如火中生莲 在家修行要花好几倍的功力才行 和尚在寺庙里修行 比较清静 不接触外臣 不会遐想 而我们在家修行 必须接触外臣 接触就会想 在家修行不容易啊 什么都要克制 师父常常告诫你们 要想定下来 必须持戒 持戒要配上一贴药 就是磁忍 一个人要想戒 戒掉自己身上的习气 一定要磁忍 即慈悲的忍耐 比如 非常恨一个人 如果能在心里想 其实这人也蛮可怜的 这慈悲心一生起 就不会恨了 这就是磁忍 意见像颗钉子 越瞧越深 我对你有意见说出来了 我无所谓 我不是存心的 可是 别人就会重在心里 不要对人有意见 人常说 有意见讲出来就好 那是骗人的 那是骗人的 因为我们是人 而不是神 这种意见 一定会造成其他人恨的根基 如果一个修行人 把善恶分得太清楚 实际上 这个人在犯一个大错误 即大称行 如果这个人说 我这个人极恶如仇 实际上 这个人是有恨性 学佛的人不能把善与恶分辨得太清楚 因为人间的一切全都是假象 全是由因果所生 今世被人家欺负 是前世你欺负人家 如果你认为他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啊 要去为人家出头抱冤 你这个恨心已经在心中种下了不好的因 会增加你的称行 应该明白 这都是前世所造的因 前世所造的因 今世只有修心才能改变 把善恶分得太清楚 臣心重 最容易上阿修罗道 阿修罗道 男的称心重 女的痴念重 情迟 因为前世男人对他好过 他就一直会迷恋 但如果真的投生到阿修罗道 也是有福报的 阿修罗道也是灵体示尽 佛教有许多护法神 都是阿修罗道的 如果得罪了他 也会发脾气 但大护法神 是有善心的 所以人间善恶 也是因缘果报的持续 人间没有什么对于错 只有因与果 师父教你们高僧传下的克制方法 帮我 要忍他 欺我 要让他 辱我 要避他 轻我 笑我 要由他 见我 要敬他 如果你今天想做善事 是从心里发出的意愿 好的想法 好的意愿 那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资产 因为当你有好的意念 从心里发出时 在你的八十田中 就种下了一颗善良的种子 它是一种资产 是一种无生 而又非常重要的力量 一个人只有外在的自由 而没有内在的自由 是没有价值的 自由即自在 外在的自由 比如 今天外环境很好 今天上班老板不在 无人管制我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想休息就休息 这叫外环境的自由 但是 当你坐在办公室时 有时候又觉得很可怜 没有事情做时 就开始惆怅或妄想 我的家人怎么样了 妈妈得重病了 老板回来会对我怎么样 会不会知道 我今天的所作所为 感觉自己活得好无奈等等 这种内心的痛苦 还有内心的无知 就造成了内在的不自由和无知 因此 内在的罪恶 自私 就会接踵而来 就会感到恐惧 无法控制自己的心灵 只有内在的自由 和外在的自由 合为一体 才是真正的自由 外在的自由 永远不能掩盖 内在的不自由 本觉与无明 非一也非二 实相无明 即是佛性 本来自己拥有的那个心 即是佛性 加上你现在 对任何事情的不明白 不理解 实际上 不是一和二 不是分开的 实属一个道理 我们的人身成为相 实相无明 就是我们的肉体是无明的 是不知道的 不明白的 实际上也是佛性 犹如镜子染尘 也就是说 你的本性被污染了 犹如水质起波 无明实性 就是说 你的无明加上你的实性 你本来的实性 就是实实在在的本性 虽然你的无明 遮住了你的本性 但是 这两个实性 与本性 实际上 是同为一体的 犹如 太阳 是你的本性 又光又亮 光彩夺目 乌云过来了 遮住了你的太阳 那你的太阳 还是不是光明的 太阳 还是不是很干净 乌云是你暂时沾染的许多习气 是你在人间所沾染的不好的东西 当这个乌云走掉之后 雨过天晴 乌云散去 阳光灿烂 你善良的本性 就出来了 你善良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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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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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可以,家里都蛮有钱的,房子都蛮好看的,佛台也是靠着窗户的,蛮漂亮的,窗帘也蛮好看的。 有菩萨去过吗? 护法神,菩萨没来过。 有佛法神在? 好吧,好好念经啊,心还不够沉啊,好吧。 你一个人吃素啊,家里有人吃婚吗? 有。 所以我看你们家里的气场还是不好啊。 尤其是你们家走进门左边那个地方,是不是厨房啊? 没有。 左边是一个什么房间啊? 左边是有一个房间跟一个洗手间,还有一个厅。 啊,这样的呢。 你把门关起来啊? 有,有关。 非常不好。 这个地方里面有灵性,晚上会有声音的。 家里面有灵性要睡,要多少张小房子? 49张。 49张。 好吧。 你还有一个,你的妈妈也不知道是谁,一个老奶奶,那个眼睛这里眼骨突出来很厉害的。 短头发,眼骨突出来。 我奶奶跟我,我奶奶已经走了。 我家婆。 你家婆走了不啦? 走了。 走了是不是啦? 我讲给你听这个样子,你看看是你奶奶还是你的家婆啊? 我奶奶我不记得,我家婆记得。 那眼眶很出来,鼻子不是太大,有点尖尖的,嘴巴不大,瘦型的脸不是圆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给她念吧。 多少张? 这个在你的小房子里面的,拿出来65张给她念。 就是400多张,那里拿出来49张给她。 她很喜欢看你们家的门。 你们家的门是不是经常绑啊绑啊自己会想啊? 反正是在家里面有动性的。 嗯,好嘞。 对。 好了。 我身上,我身上除了那个,就是其他没什么大灵性。 我身上,身上,身上。 你身上是不是啦? 你身上这个灵性还不大? 要弄你死了还不大? 哦。 好。 好了。 好好念啦。 好,谢谢师父。 感恩菩萨,感恩师父。 感恩南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合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隆天护法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恩师卢清红台长。 我们自己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 我们想让师父帮我父亲看一下他的身体。 几几年属什么呢? 1944年属猴。 心脏不好。 对。 我告诉你,腰么腰也不好。 对,很对。 关节有问题。 非常对。 而且他最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有小便啊,前列线。 非常非常的对,感恩师父。 他已经信佛了呀。 他,师父。 嗯。 我们全家都修心灵法门。 修了两年多。 你要叫他当心啊。 他主要问题,身上还有灵性啊。 对。 他有一个灵性,经常要跟他讲话。 而且呢,晚上经常来找他。 太对了,师父。 师父。 师父。 嗯。 半个月之前,我们家里已经帮他准备后事了。 然后,在中秋节的晚上,他发大愿。 五年之内放生十万条鱼。 然后,命被保了下来。 奇迹发生了。 他这次一定要来马来西亚参加法会。 有一颗心了呀。 刚刚不是前面讲了吗? 你放生十万条门,你身上这颗心就亮了呀。 对。 就这么厉害了。 所以菩萨就可以救他了呀。 对,对。 感恩师父。 师父说的都对。 他这条命我告诉你, 本来这个结果,刚刚我看是过不去的呀。 嗯。 他最危险的时候, 其实他最, 他从去年就开始不好了。 太对了,师父。 师父。 哦,他的心脏真的很不好。 而且他的心脏啊, 就像经常像停掉一样。 对的。 太对了。 你要叫他好好念经啊。 他念经的。 他现在吃素了没有啊。 他全素, 是全素了。 现在几岁了? 76岁。 看看他阳寿有没有。 感恩师父。 76。 也不多啊, 阳寿本来就79。 感恩师父。 好吧。 你要叫他阳寿的。 好。 长了点, 四方签全拿出来放声了。 他全部拿出来放声。 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嗯。 师父。 你别看他, 现在蛮老实的。 呵呵, 年轻的时候也不咋的呀。 师父, 你说的太对了。 他年纪轻的时候, 做了很多的错事。 啊, 风流梯躺啊。 太对了。 感恩师父。 风流梯躺, 就是鼻涕都躺下来了。 所以叫梯躺。 感恩师父。 哈哈哈哈。 师父。 嗯。 他盆腔内有恶性肿瘤。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好的, 恶性的肩脂瘤。 几几年数什么? 1944年的猴。 盆腔肩脂瘤。 是,是。 恶性肿瘤的一种。 嗯, 看到了。 感恩师父。 他靠前面的, 盆腔靠前面的地方。 对的, 他现在已经造口了。 职场做造口了。 嗯。 叫他坚持, 许愿念经放生吧。 好的。 菩萨会保佑他。 他如果哪一天, 做梦做到菩萨来过, 或者有一个, 穿西装的来过。 感恩师父。 嗯。 好吧。 好的。 师父。 好像我救过他一次嘛。 是的, 你救过他一次。 他做梦看到过我的。 感恩师父。 哎呦, 长, 年轻的时候长得还可以了。 是的, 师父你说的非常对。 他除了你妈之后, 你妈在这里吗? 我妈不在。 不在的话我告诉你。 可以,师父。 他除了你妈之外, 还有两个跟他特别特别好。 对的。 师父, 你说的太对了。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叫他老实一点啊。 他知道了他错了。 嗯, 错了。 好好感毛病啊。 礼佛要念的。 好的。 好吧。 好的。 叫他当心啊。 他还会喝酒。 过去。 过去。 嗯。 现在不喝。 好吧。 嗯。 好了。 师父, 我想问一下, 他念了这两千张小房子, 能否看一下他念的小房子的质量如何? 还有想想让师父看一下他的功课。 很好啊。 很好啊。 小房子念的很好啊。 然后看一下他的功课。 他小房子都念的挺好的啊。 是的。 两千张收到一千八百张了。 哦, 感恩师父。 嗯。 师父, 你能不能帮他看一下他的功课。 功课吗? 礼佛五遍啊。 嗯, 他现在念的五遍。 大悲咒们三十六遍。 哦。 新经文要念四十九遍。 哦。 好吧, 往生咒要念, 一天念五十九遍。 好的, 师父。 放生今后的话, 怎么个放? 就这点够了。 够了是吧? 感恩师父。 师父, 我还想你帮我看一下我家里的佛台。 感恩师父。 家里主人是谁了? 主人是我, 他跟我一起生活的。 你几几年属什么了? 我是1973年的属牛。 难怪啊, 菩萨给他救他一条命了。 感恩师父。 官地菩萨经常来。 对, 感恩师父。 他过去急的时候, 他还拜过孙悟空啊。 斗战圣佛啊。 斗战圣佛啊。 斗战圣佛也来过。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你们家这个佛台还蛮好的, 靠近窗户的。 对, 非常对, 师父。 好吧, 没什么这样问题的。 好的。 好的, 师父,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可不可以啊? 快点了, 快点了。 我家里那个冰箱老响, 就是客厅里面的那个冰箱。 老有那个响的声音。 也不是什么新冰箱了。 好几年了用的。 是的, 好几年了, 师父说的很对。 里面机器不好, 又不是鬼了。 好的, 太感恩师父了。 烂冰箱, 回修回修好了。 好的, 用不着担心的。 冰箱们不要去放在客厅里呀。 哦, 冰箱们应该放在厨房里的呀。 好的, 好的。 客厅里哪可以放冰箱了。 好的, 好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了。 他老想了。 他有时候, 机器不好, 他突然之间自冷了。 一不自冷, 他就会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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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听得懂吗? 听得懂了。 好的。 好, 感恩师父啊。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弟子自己业障, 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对不起师父。 嗯, 想看一下00年属兔的, 是我自己。 00年是吧? 属兔的。 是你啊。 对, 然后, 因为我现在已经有悉尼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想问一下明年能不能有缘分到师父身边修明星见信, 要注意什么? 你行的呀, 你可以的呀, 你到悉尼来读书嘛, 先读书再说吧。 好吧。 太感恩师父。 你这个人嘛, 读书还是读得尽的。 你这个人就是有的时候, 心不是太, 不是太集中。 听得懂吗? 杂念太多, 想得太多。 对了。 还有以后要注意了, 如果有女朋友的话, 不要太早谈。 明白了吗? 明白。 你有一个女的, 劝你的, 她慢慢会一直盯着你的。 你会为她比较痛苦。 我希望你已经过了最好。 好, 感恩师父。 你感觉到过了没有了? 不知道。 不知道, 那就准备等着吧。 如果知道了, 那就过了。 你想过了还是没过了? 过了。 好。 好。 还有什么问题啊? 然后就是想问自己如何能更好的自度度人, 不要迷失。 不要迷失。 不要迷失, 就经常念经修心, 每天做早课。 然后呢, 多看看师父的白化佛法。 好吧。 好的。 其他没有什么问题的。 就是众善奉行, 诸恶莫作。 一个年轻人不要去做坏事情。 一个年轻人做好事情。 凡是觉得不符合规律的事情, 不要去做。 守戒嘛。 对不对啊? 就像当于一个公民要守法一样。 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自己不要去做就好了嘛。 对不对啊? 对。 你年纪还轻, 钱足无量。 好了。 感恩师父。 然后想问一下自己的业障比例, 因为觉得自己行的业障和烙印很重。 对不起师父, 诸佛菩萨。 00年数什么? 数兔的。 我每天大悲咒心经都是, 最近都是108遍, 礼佛五遍。 小房子每天也是保底五张。 你看,这么多人给你鼓励你了。 保底的, 弄得好像买房子叫手气一样的。 对不起,对不起。 嗯,蛮好的。 你刚刚问什么? 想问什么? 业障比例, 因为觉得自己行的业障。 26。 哦。 26。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你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你在家里要像, 像长辈一样照顾家里以后,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因为你从小到大, 家里像半个家长一样的。 对的,对的。 因为我父亲是几十年的精神疾患嘛。 看见了吗? 然后母亲又是出家的。 看见了吗? 然后都是自己一个人, 就是读书上班这样的。 我跟她说了, 我说像家长一样的。 她妈妈出家了, 爸爸精神有问题。 所以你自己有佛缘, 你好好的帮你爸爸念好, 对不对啊? 爸爸已经过世了。 过世了是吧? 对。 做梦做到过她不了? 没做到。 你又想知道她在哪里啊? 想。 大家同意不啦? 大家出卖我。 让我帮她看。 叫什么名字啦? 姓高,高姓的高。 然后名字叫做明家, 明是明白的明家是, 呃,就是。 对啊,就是这个家。 就是这个家。 对。 高明家。 明是什么名啊? 明白的明。 哎呦。 哎呦。 他爸爸现在在天上变成一条天龙了, 小龙哦。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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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所以你看不见了。 我告诉你啊, 你妈妈出家, 对她避应很大。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爸爸两个眼睛啊, 很厉害的啊, 很凶的啊。 过去啊, 两个眼睛啊, 哇,就很厉害的。 听得懂吗? 懂懂。 真的。 你看看人, 现在在天上变天龙了。 嗯, 好啦。 师傅还想帮一个师兄问一下, 他是66年属马的, 然后他耳朵听不见。 一个问题。 啊, 对, 就是耳朵听不见, 需要多少组合, 如何修才能好。 他不是完全听不见, 他听得见。 一个左耳朵好一点, 右耳朵听不见。 啊。 你叫他好好地念经, 他的肾脏不好, 耳鸣跟他家族性有关系。 好好念经, 把这个灵性弄掉。 我看见, 他身上有一连串的鱼啊, 他们家里啊, 可能捕鱼啊, 或者怎么样的。 哦, 那。 他们家里是不是靠近海边捕鱼的? 我不太清楚。 我好像看见他们家在靠近海边, 像渔民一样的。 哦, 好了。 那需要多少组合, 怎么修才能好啊? 你就到一直念下去啦, 欠这么多啦, 念到耳朵完全听得见啦, 听得懂了吗?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祝愿师父法体安康, 永久住世, 利益更多的有缘众生。 感恩师父, 感恩诸佛菩萨, 感恩。 感恩南无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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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南无南京菩萨, 感恩南无太岁菩萨, 感恩南无观地菩萨 感恩南无周昌菩萨 感恩南无观平菩萨 感恩恩师卢俊荣台长 今天多伦多观音堂网络白发佛法供修结束 感恩所有上线参与供修的佛友们和师兄们 如在供修过程中有任何错字漏字的行为 或者有任何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齐请诸佛菩萨隆天护法慈悲原谅 感恩南无释迦摩尼佛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诸佛菩萨隆天护法 保佑每一位佛友 佛光普照 消灾解难 平安吉祥 福慧双修 感恩大家